刑建国 南 生于1985年 2009年7月 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广告学专业 年近25岁的他 拥有双重身份 哈尔滨左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和哈尔滨左右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刑建国所带领的左右传媒是一个勤奋敬业 积极进取 锐意创新的团队 拥有丰富的校园人力 市场资源 团队共有成员30余人 主要成员来自于黑龙江大学广告学专业和市场营销专业 并均参加了学校开设的大学生KAB创业培训课程 他们拥有丰厚的专业知识和校园实战经验 踏踏实实 精益求精 形成了遍及哈尔滨各大高校的营销推广网络和信息收集渠道 努力把左右传媒打造成为哈尔滨校园第一传媒 2008年11月 刑建国在左右传媒工作室的基础上 注册成立了哈尔滨左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在原有业务基础上 着力开发了左右传媒预示媒体项目和左右保网络项目 其中 预示媒体项目运营良好 媒体规模已覆盖哈尔滨 长春 沈阳三个城市的60余所高校 实现了年盈利数十万元的突破 并得到各个广告业主的一致好评 2009年7月 团队决定战略转型于互联网 并赤字开发了左右保网络项目 该项目致力于以SNS社区网站为基础 搭建一个集会员管理口碑营销和商家信用积累为一体的网络平台 把现代网络与传统的口碑营销相结合 真正实现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零距离沟通 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并能使消费者在消费的同时获得应有的消费积分 积累积分换得新潮实用的礼品 同时能帮助那些服务良好产品优良的企业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自运营以来该项目稳步推进 已与200多个商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预计在2010年4月中旬大规模推向市场 目前参与的客户反应良好 该项目将成为左右传媒最主要的发展方向 由于公司的优异表现 团队先后接受了龙广告小频道 哈尔滨电视台 哈尔滨日报 生活报等多家媒体采访 有效地提高了左右传媒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目前 刑建国和他的企业正快速地成长发展 并且有信心将企业做大做强 在自己年轻的创业路上 他认为是大学生KAB创业培训 给予他创业的储备 理想和信念支持他创业的梦想 坚持和耐性 促进他坚实的创业脚步 为了实现自己的广告人生 他努力乐观地奔斗着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